重大信号!国家终于动手要查冯小刚在国外的豪宅了!Lertico Blake提供了新闻Glanta World。 毫无任何征兆!10月22日起国家突然出手了严打外汇违规海外买房的行为。 多家银行因为未能严格监管外汇资金去向同时被严厉问责,都被处以巨额罚款加严厉警告。 就像国家出手整顿娱乐圈偷税乱象一样,这一次,有关部门亲自出面了,又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有关部门突然发起对违规海外购买豪宅的行为进行高压严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 还记得前一段新号曝光冯小刚在美国的天价豪宅和王中军在加拿大的天价豪宅事情吗? 之前号称自己收入不及三四线演员的新号被曝光在美国两套豪宅就价值近千万美金。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公民每年兑换外汇额度的上限是5万美元,离岸账户的转账上限也是5万美元。 并且,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方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反排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国家虽然对外汇管理严格,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近年来,明星艺人们国外豪宅的消息不断传来。 尤其是崔勇元曝光的冯小刚和华裔们在国外买房就像买白菜,价值千万的国外豪宅一买就是好几套,这么多的美元究竟是怎么弄出去的? 消息曝光后,很多老百姓义愤田应纷纷质问国家规定国人每人一年不超过5万美金,但却能千万美金买房,这么多外汇一路绿灯被弄出了国外,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弄出国的?这里面有没有牵涉到洗黑钱?难道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就是为普通老百姓制定的吗? 很显然,就像娱乐圈星号成了行业内的潜规则一样,有些人把国家这项规章政策当成了耳旁风。 甚至,连回币都不用了。这对有关部门来说是赤裸裸的打脸。 在这次的突查行动中发现,有些银行为了赚取中间费用,充当一些人将钱转移出去的跳板,为这些境外用外汇买房者将钱转移到国外提供了便利条件,甚至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就在有关部门采取雷霆行动突查外汇境外买房的时候。 与此同时,酒味露面的星号被爆出现在加拿大,原来除了在美国的两套豪宅之外,人家冯岛在加拿大也有豪宅。 画面中,冯小刚悠哉游哉地和路人聊天,看来心情还不错。 但可能星号可能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在崔永元的举报之下,在万众沸腾的关注之下,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行动员查境外购房了。 据院内人士透露,这两天有关部门第一步先查银行,规范银行的外汇管理。 接下来,该开查违规资金的去向哪里了?一旦发现违规资金用于违规境外买房,将会对违规个人采取行动。 这一次,国家金融部门重拳出击,严查内鬼,顺藤摸瓜,不知道,这一次有关部门能摸到星号这个大雷吗? 这对近期以来一直关心娱乐圈偷睡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 但对于冯小刚这些在境外拥有多座豪宅的大佬们来说,相信会睡不着觉的。 不知道有些钱来路不明还是什么原因。 这些人在国内虽然花天酒地,但惶惶不可终日,总害怕被人民算总账来一次清算。 当前,一些国内巨富们为了将钱转移出国外,可谓是绞尽脑汁。 比如花天家购买外国的一些体育俱乐部,添加投资等多种形式。 把在自己国家通过割韭菜等手段获得的大量财产,想法设法细百转移出国外,规避国家的监管。 网上盛传新号在美国的豪宅一角。 就像冯小刚自己在一次访谈中亲口说的那样,中国的老百姓有仇富心里,富人要赶紧移民。 感情就是捞一把旧泡杯。究竟在怕什么? 自古有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后味道。 在税务风暴尚未过去,又一轮打击转移资产的重拳开始了。 与此同时,在新号霍尔果斯,已经暂停影视公司的注销申请,有些人占尽了国家的便宜,现在想好,没门。 人在坐天在看,善了周有报,不是不报时后味道。 。。。